我们看这个指点 我们介绍这个减歇运动跟等速圆周运动之间的关系 这个指点在做等速圆周运动的时候 它的投影在横轴或者是垂直轴上面 做的就是减歇运动 比如说P点当T等于0的时候 它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极坐标A跟θ来表示 那么Q点呢 Q点它的位置啊 Q点这个时候的位置就是A乘cosθ A乘cosθ 那么经过T秒钟 T的0就是它原来在这里 经过T秒钟呢 那么P点就前进了一段的距离 Omega t Omega t 那么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角度就是Omega t角度 于是它跟起初的这个x轴的夹角 就是Omega t加θ 那么在T这个时刻呢 Q点就是P的投影在这里 这个投影它的位置呢 是x乘上AcosOmega t加θ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形式 x跟T的关系 这个正好是什么关系呢 减协运动的关系 对不对 减协运动的关系 因此我们就晓得P点做等数圆周运动的时候 那么Q点就在这个地方做减协运动 好 现在我们看其他的量 其他的量 刚刚我们看到Q点做减协运动 它的正幅就是P点的半径 它的角频率就是P点的角速度 相对于这个角速度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当P点在10克t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切线的速度Vt Vt呢我们算出来 我们根据以前的介绍 它就等于Omega乘A 角速度乘上半径 那么Vt这个量 这个向量 在横轴上的投影呢 我们就从这里画下来 它就是这个量 这个量 V 这个V等于什么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V V的方向 它是朝负X的方向 横轴的负方向 它的大小是Vt 乘上 Sine Omega T加 Theta 你看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做一条线 跟横轴平行的话 跟横轴平行的话 那么这个角就是Omega T加 Theta Omega T加 Theta 因此这一条线的长短 就是V的大小 等于Vt乘上 Sine Omega T加 Theta 好 Vt又等于Omega A 所以我们把Omega A带进来呢 我们就发现 Q点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 显弦运动 正好就是等于 Acos Omega T的微分 所以从这个式子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个做 等速圆轴运动的直点P点 P点 它的这个 在横轴上的速度啊 就是做的减弦运动 这个就是减弦运动 那么A还是它的半径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速度的大小了 速度大小呢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做减弦运动 它速度的最大值 Omega A 就是等于Vt的值 Vt的值 OK 等于Vt的值 那么它的角频率 仍然是这个P点的角速度 角速度 那么这个A就是P点的半径 那么我们再看 P点在这里的时候 它有两个加速度 如果是等速圆轴运动 只有一个加速度 就是An 如果它不是做等速圆轴运动 它有At 不过现在我们说 它是做等速圆轴运动 因此它就有一个An 那么根据我们以前讲的 An等于什么呢 An等于Vt被半径 Vt平方被半径除 那就是Omega A的平方 被半径来除 那么这个约一约 A约到一个就变成Omega 平方A 这个是P点的 法线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好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它就往这个方向做加速 这个方向加速 因为它的方向是负的 负的 所以它是等于负的 一个An 就是 这个大小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 这条线到这里 这条线 这个箭头就是 这个箭头的投影 这个箭头正好等于 An 乘上Cosai Omega T加 Theta 那把这个带进来 那就得这个东西 的这一项 那这个也就是证明 这个 你看这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简协运动的加速度 所以 这个结果就显示了 AT 也为简协运动的形态 就是说 Q点在这里震荡的这个 加速度啊 也是简协运动的状态 所以我们从以上的讨论 我们就做一个结论 说等数圆周运动的指点 就是P点 在水平轴上投影 就是Q点的运动形态 是一个简协运动 那么这个简协运动 跟圆周运动 有个对应的关系 就是 简协运动的振幅 就是圆周运动的半径 简协运动里头的脚频率 就是等数圆周运动里头的脚速度 那么它的出向脚 简协运动的出向脚 就是做圆周运动的 起初的脚位置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看一个例题 一个指点 做水平的简协运动 一个指点 它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Q点 在这里做简协运动 它的X跟T的关系呢 是这个 已经告诉你是这个关系 0.5xcos1.2t 单位是meter 现在要求 相对应的 等数圆周运动的 圆周半径 还有圆周运动的脚速度 跟起初的脚位置 就是求 这个是简协运动 那么跟它对应的 有一个指点 在做等数圆周运动 那么这个指点的圆周运动 它的半径是什么 它的出向角是什么 它的角速度是什么 要求这个 好 当这个指点 从起初的位置 行进到平衡点的过程中 平衡点就是这一点了 就是说这一点 在这个地方震荡了 这个叫做平衡点 对不对 从这里 到平衡点的中间 那中途 所需要的时间是什么 就是从这里 走到这里 要多少时间 休点 要问这个问题 好 现在我们 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 这个简协运动 跟它对应的 圆周运动之间 各种量的关系 那这个是简协运动 我们就把 这个参考员 把这个简协运动 把它写成标准的形态 这是cos 我们也用cos 这是它的正幅 这个是脚频率 这个是θ 然后比较这两个式子 比较的结果 我们就发现 这个正幅呢 就是0.5个meter 那这个正幅是什么呢 简协运动的正幅 就相当于做圆周运动 这个指点 它的半径 圆周半径 那么omega 就相当于1.2个 radians per meter per second 以后你们回答这个问题 这单位一定要写 单位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omega 是这个指点 在震荡的时候 它的脚频率 就是它的脚频率 那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p点 这个在参考员上面 做等速圆周运动 之后的脚速度 那么它起初呢 它这个θ等于0 没有θ等于0度 那就表示说 它的起初的角度 是在这里 起初啊 这个t点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动的 它出向脚等于0 所以没这一比较呢 你就可以得到 圆周半径 小速度 跟起初的脚位置 好 现在我们要问 当指点从这里 走到中间的时候 中间的时候 那么 要经过多少时间 从这里 跑到这里 要多少时间 那这个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就 就算 起初位置是在这里 后来是在 后来 它是 起初是在0.5 起初这个位置是0.5 这个0.5 距离平衡点是0.5 然后它跑到0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中间是多少呢 中间就是 0.25公尺 好 那么我们就 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知道 现在 它从这里 跑到这里 这个位置 就是x 等于0.5 成 1.2t 这个要等于 0.25公尺 x 这个等于 就是x等于0.25公尺 x又等于这个东西 又等于这一项 于是比较这两项啊 我们就发现 cos 1.2t cos1.2t cos1.2t 要等于 0.5 没错 这个 二分之一 乘过来 0.5 这个没错 0.5 cos1.2t 等于0.5的话 那1.2t呢 cos 0.5正好是cos的60度啊 那就是三分之排 所以t呢 我们算出来 就是0.873秒 它从这里 0.5公尺的位置 跑到0.25公尺的位置啊 经过的时间 是0.873秒 这个是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得到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它的 等速圆周这个 这个运动来计算 比如说 它本来在这里 那就是相当于 p点呢 原来的脚位置是0度 对不对 c的i是等于0度 然后 它跑到这个地方来 跑到中间来 跑到这里来 q点 从这里跑到这里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hem 就是代表middle的意思 中间的意思 这是0.25公尺 这个5 这个中间 就是0.25公尺 0.25公尺 那么 就相当于 p点的这个角度啊 是三分之排 三分之排 就是说你 这个长度 是这个长度的 二分之一的话 那么 这个角度就是 三分之排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 omega t 从这里 从这里开始 以omega的角速度 走到t秒钟 跑到这里来 omega t 是等于什么呢 ceta m 减到ceta 0 就是这个角度 那t就等于 ceta m 讲ceta i over omega 那ceta m呢 是三分之排 减到0 被 omega 来除 omega是1.2个radian per second 那等于0.873秒 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好 现在 我们底下就要谈到 如果 有一个指点 它的 它做两种的 减线运动 就同时做两种的减线运动 同时做 就是一个指点 在x及y方向上 同时做减线运动 x方向的减线运动 是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正幅 这个是它的 初向角 omega两个都是一样 那y方向呢 它的 正幅是ay 初向角是 ceta y 那么这个是 这个指点 同时在进行 好 那么合成呢 我们现在要看看 这个指点到底啊 它的x跟y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就分几个条件之下的 情况来看 第一个我们假设 起初的向角是一样 θx等于θy 就 它们的向角都一样 可能不同的就是 ax跟ay 它的正幅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 比一比 比如说 y比x 就等于 ay比ax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y 等于 ay over ax 乘上xt 那么这个就是y跟x的关系 y跟x的关系 从这个关系来看 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一条直线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这个直线的斜率 直线的斜率 比如说你ay 你ay也等于ax的话呢 那它的斜率就是1 那就是表示 tangent theta ay over x 就是y over x 要等于 tangent几度啊 1的话是45度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如果这两个相等的话呢 就是45度 如果不一定相等的话 如果这个是正直 这个正直 那就 它就是 在这个方向震荡 因为这个之间 这样震荡的话呢 它的投影 就是这里有投影 也在震荡 这个地方的投影 也在震荡 这个投影的震荡 就是这个式子 y轴上投影的震荡 就是这个式子 那这个斜率 到底 这个theta 正确值是多少 就看它的ay over ax 我们现在这个画图 你看这45度角 那就是ay等于ax 那笔值就是1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画出图 那我们画出图来就知道 它的ay要比ax大 ay比ax大 我没有画出scale了 不过这里一看就知道 妈妈呼呼是ay 是两倍的ax 所以它这个斜率呢 就比较斜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这个物体的轨迹啊 就是一个直线 这个叫做线性的偏证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种状况 如果theta y 是等于2分之pi 加theta x 那我们把theta y 用这个 这是原来的 原来的式子 好 那么 把这个 这个本来是ay cos omega t 加theta y theta y用这个带的话呢 它就变成负的 ay sin omega t 加上theta x 那这两个式子啊 我们现在这样这么办 我们把这个ax除过来 ay也除过来 然后平方一下相加 那这个 y平方over ay平方 加上x平方over ax平方 这两个cos平方加theta x平方 就是1了 是这么样的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轨迹呢 如果 ax等于ay ax等于ay 那这是一个圆 一个圆 如果ax等于ay的话 那这个比值就是1 轨迹是一个圆 轨迹就是一个圆 OK 这圆呢 它有这个 这个方向的旋转 也可能是这个方向的旋转 不过我们现在呢 先不管这个 那如果ay是两倍的ax 它的这个正幅啊 这个是比这个大一倍 这个就是它的一半 那么它的正幅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它的轨迹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椭圆 椭圆 所以你要看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轨迹啊 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看 好 底下我们就看一个 另外一种问题了 前面在此之前 我们是讲 圆周 讲这个减轻运动 它的equation 它的x跟t的关系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或者跟位置的关系 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跟位置的关系 用这个来计算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系统 它原来是平衡的 它不动就是不动 然后你把它从平衡的位置移开 就顺着它能够运动的 这个这个方向移开 一放手 那这个物体呢 就开始啊 做运动了 或者是做左右的摆动 或者做上下的震动 或者做左右的震荡 那现在问你 它这个运动 是什么运动 通常都是要你 判断 它是不是减轻运动 好 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来看 这里原先有一个弹簧 原来的长度是L 弹簧的质量 我们现在不计 不计 原来是L 那么后来呢 我们呢 这里挂了一个东西 挂了一个质量的M的物体 挂在这里 然后用手托着它 用手托着它 不让它掉下来 然后呢 我们手慢慢慢慢地放下来的时候啊 这个物体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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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跟下来 跟到某一个位置 你的手啊 再往下移的时候 它不再跟下来了 它就在这个地方呢 静止不动 你不再去骚扰它 它就不动 那这个叫做什么点呢 叫心的平衡点 就是说弹簧的心平衡点 弹簧原来平衡点在这里了 它没有伸长 没有缩短的时候 就是平衡点了 这个就是心的平衡点 那么这个弹簧的立场数是K 立场数K 我们用手托着这个物体 慢慢慢慢慢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手再往下 物体就不再下来了 这个叫心平衡位置 那这个时候这个弹簧呢 它就伸长了一个量 它原来是L 对不对 伸长一个Delta L 这平衡了 平衡了 那我们现在就 在它平衡的时候啊 把这个物体受的外力画出来 现在又要画外力哦 所以这个力图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一定要学会画力图 那这个物体受什么力呢 第一个我们考虑超距离 就是重力 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是 一个均匀的物体 这是超距离 第二个就是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这个物体接触啊 弹簧啊 弹簧跟它接触的话 弹簧就有一个恢复力啊 恢复力啊 如果是弹簧在这个位置 就没有恢复力 只有这么长度的时候 圆长的时候没有恢复力 但是现在弹簧 从这么长被多拉长的一个Delta L 于是它就有一个恢复力啊 是向上的 向上的 我们用这个向量表示Y方向往这里 大小就是K 力长数 乘上Delta L 这个物体受制两个力是平衡 那我们就带到这个平衡第一条件里面去 Sigma Fy等于向上的Fel Elastic force 减着Mg等于零 那我们就得 你把这个Felastic force等于KL 可以Delta L带进去 就等于有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呢 其实你可以进一步看看 就是Delta L 它增长多少呢 Delta L等于Mg over K 因为等于我们不是用Delta L 我们是要用整个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这个关系留在这里 现在 我们看 刚刚那个是第二个 刚刚右边那个图就是这个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物体啊 从心的平衡位置 往上 用手拖住它 手拖住它 提高一个Y公尺 慢慢拖上去 从镜子一放手 它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掉下来了 你手已经不扶它了 掉下来 它就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来回的震荡 现在要问你 它这个震荡 是什么震荡啊 如果是减协运动的话 那么它震荡的 周期是什么 那你怎么算呢 我们现在就从这两个图来看 那你要先这么说 这句话很重要 以后 这一类的问题 你一定要这样子讲 就说我把这个物体 从平衡点 往上拖一个Y公尺 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往上拖 有时候是摆动的话 你就是往旁边拉一个多少角度了 拖Y公尺 然后在这个地方 将物体从静止释放之 在这个瞬间 就在你释放的瞬间 它的合力是多少 我们求合力 合力就是 F elastic force 这个力跟这个力不一样 因为它现在伸长量 跟原来它关伸长量不一样 减的Mg 现在这个不再等于零 不等于零 刚刚这个是零 这个减的这个是零 这个不是零 你看一放手 它会往下掉 会有加速度 对不对 好 那F elastic force F' 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伸长量 K Delta L 减Y 乘K Delta L 减Y 乘K 然后减到Mg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 扩乎在一起 减掉K Y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写的 它等于零吗 对不对 就把这个零带进去啊 因为这个是等于零 带进去就得 哦 原来它在这个地方 你放手的瞬间 它Y方向的合力 是等于-KY 你看这有什么结果呢 一个物体受的合力 是跟它的 对平衡位置 平衡位置在这里 跟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 方向相反 那正好就是什么 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 它是做什么运动啊 解写运动 对不对 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 它是解写运动 因为你要求它的周期啊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式子 再写一下 它是等于-KY 合力的大小是这个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呢 这个合力 会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MA A A就是等于D平方Y over DT 好 那我们把这两个 等式的这两边 重新整理一下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 微分方程 好 那么K是个常数 M也是一个常数 于是我们就令 这个根据K over M 等于Omega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成D平方Y over DT平方 加上Omega平方Y等于0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一个标准的解写运动的 一个微分方程 标准的解写运动的方程 那Omega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角正幅 不是角 Angular Frequency 角频率 那T呢 等于2pi over Omega 我们讲过 那你把这个Omega带进去 原来这个物体震荡的时候 它的震荡周期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量跟这根弹荒 同样有 K这个立常数的弹荡 做水平震荡的时候 你把M的物体 连在这个弹荡 在没有摩擦的水平面上 左右震荡的时候 它的周期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因此我们从这里 就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以后要 要记住 有这个现象 它自然有这个现象 如果弹荡的质量不济的时候 物体悬掉于 垂直弹荡上的震荡周期 与物体连接于水平弹荡一端 做震荡的周期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不过你做水平震荡的时候 它的平衡点就是 弹荡没有伸长 没有缩短的时候 那是平衡点 但是做垂直震荡的时候 它的平衡点是哪一点呢 是新平衡点 这个不一样 你要把它的相同点在哪里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你要搞清楚 好 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用机械能守恒的原理来解它 我们把这个物体掉在弹荡上 它到了新平衡点以后 我们把它拖上去一个歪公尺高 这里距离歪公尺高 然后放手的瞬间 我们现在来看 当这个物体在新平衡点的时候 我们把它拖上去一个歪公尺高 你从这里到这里也是歪公尺 OK 那么就在这一瞬间 我们就放手 放手 OK 那我们知道 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 它所受的外力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是什么力 它的力只有MG 我们拖上去是有外力 但是我们一放手的时候 外力已经不见了 所以它跟这里一样 只有重力跟弹簧的恢复力 这两个都是什么力呢 都是conservative force 保守力 因此物体只有保守力 没有非保守力的时候 它的基建能守恒 因为没有非保守力 它的功等于零 所以基建能守恒 所以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你这个一定要说明 不可以不说这个 然后就写这个 不可以 那么在歪公尺高 我们一放手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在这一瞬间 它的能量写出来 它在这一瞬间 它有一个MV 有个动能 然后它的这个位能也改变了 就是有MGY这个位能 还有弹簧也缩短 对不对 弹簧的弹力位能 这三个能量 就是等于它的总基建能 当WNC等于零的时候 总基建能要保持平衡 总基建能要等于常数 总基建能等于常数 总基建能等于常数 那我们现在 这个两个力 这两个能量 没有问题了 X等于什么呢 X就是它缩短的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缩短的这一段长度 这一段长度 它是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二分之一 K Delta L 减Y Delta L在这里 你减一个Y 上去一个Y 所以X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平方 把它算出来 然后把这一项提出来 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项 拿到等式的右边去 一一减到这个 那这个其他的 我们把MGY MGY 跟这个 合并在一起 跟这个合并在一起 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二分之一 KY平方 在这里 OK 好 这个式子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 我们知道 在平衡点的时候 MG 跟这个力保持平衡 那就是MG减掉 KDelta L 等于0 所以这个等于0 于是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一项 加这一项 要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定值了 等于定值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 都对时间来做微分 因为这个速度在改变 Y位置也在改变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MV乘上DV over DT 然后这个呢 就是KY乘上DY over DT 这边是常数 一微分就是0了 然后DY等于DT呢 是V 所以这个V 跟这个V约掉了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是什么式子 因为这个是常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简弦运动的一个 标准式子 它的微分方程 标准微分方程 于是我们就令 K over M 等于Omega平方 这就是化成简弦运动的这个标准形式 那么它的运动周期 就是2π over Omega 那Omega是等于 根号K over M 那它带进去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的周期呢 就等于2π 根号M over K 那跟我们用动力学算出来的 完全一样 好 好